以色列是一个国土面积不足中国三十分之一的国家 却在短短六十年间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家 迈向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梦想 一个除了沙子之外 几乎一无所有的大丸小国 依靠科学用水的方法 以2.2%的农业人口养活了700万国民 在全球面临水资源短缺的今天 以色列的领先全球的海水淡化污水处理农业灌溉的技术 已经使他们成为国际水技术资源市场主要的出口国 以色列在沙漠盛开鲜花的奇迹 引来了全球世界的关注 这些研究的研究 这些研究的研究 是一种某种各种研究的研究 包括它的形状 和方法 可以赴助生物的生物 和生物的生物 使用水源的变化 使用水源的水源 和水源的水源 是一种某种特别的工具 包括它的形状 和方法 使用生物的生物 随着喷水系统一起运作 短短几个小时内 就可以完成传统处理方法30天的工作量 使用 nature to clean up our pollution and this will be final polish by the filter so it will contain basically clean water Israel today is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in water recycling we're talking the target is reaching in the near future 90% recycling which is by far ahead of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以色列也是回收水用于农业比例 世界最高的国家 60年代首创的滴灌技术 如今已经开发到第六代 80%的产品出口海外 如今世界上80多个国家都受益于这项创新发明 80年代初期 以色列的成功经验传入中国 中国各地广泛兴建的中蚁示范农场 2007年在天津合作建立的 中国最大海水淡化厂 以色列节约型的科学灌溉理念 在人均水和耕地资源同样缺乏的中国大地上推广使用 吞下一颗药丸 毫无疼痛就可以将狭窄的消化道内壁 检查得清清楚楚 连最让医生头痛长达7米的弯曲小肠 也可以轻松到达 这听起来天马行空的想法 早在十年前就在以色列科学家的努力下 变成了现实 这种可以口服的照相机能够在穿过消化系统的同时拍摄5万多张照片 帮助医生及时发现肠道中的病变 同时弥补了传统内窥镜 不易弯曲 无法深入的缺陷 为诊断癌症 内出血 溃疡等疾病 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们购买了约$500 $500 但是只用一种 是的 我们购买约$200,000 我们购买了约上的收益 最主要是$125,000,000 现在我们正在肯定在中国和其他国际上 您可以看到 内容是看电影 特别这里 我们问什么在脾气 当电影有某种情感 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体习以为常 但脊椎顶端三磅重的脑部组之内 却还留着很多的未解之谜 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的科学家们 发明出新的方法 跟踪和记录大脑活动的轨迹 帮我们了解大脑的秘密 与传统的断层扫描不同的是 此项技术成功地实现了对于大脑360度全方位的细节观测 这将为脑癌 恶性肿瘤的诊治 彻底扫除观测上的死角 用不同颜色的激光照射接近绝对零度的原子 并将其在电磁场中的微小变化模拟出来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革命性成就 一个世纪以来 人们从未停止对于量子力学的研究和探索 期待有朝一日 梦想中的量子计算机问世 可以实现传统电脑望尘莫及的海量存储和运算速度 1954年 美国和西欧以外的第一台计算机Vizac诞生于以色列维茨曼科学研究所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这里的科学家们在为实现人类量子计算机的终极梦想而不懈努力 未来如果此项技术一旦得到突破 世界上目前所有的电脑都将被淘汰 人类科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天随着心情变换不同的手机 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 如今随着一部变形金刚手机的问世 梦想变成了现实 最终的机 MAT You can call, you can get calls, you can write sms, all the rest But what's very unique about this phone is that you can connect it to devices around it So some of them can be things like such jacket That's a jacket, we call it jacket You put the module in And now we have another phone It's a bicycle jacket Where you can take the jacket, out of it And you can plug the module in 只有40克重量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权 收录为世界上最轻的手机 他的发明者Dolph Moran 在十年前就曾以一项发明创举而闻名于世 那就是今天仍被广泛使用的闪存驱动器 也就是俗称的U盘 2006年Dolph毅然将自己的产品 以16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Sandisk公司 并从头开始建立起这家以色列本土公司 重新创造新的发明 在以色列像Dolph这样的创新者还有很多 ICQ在线通讯工具 语音邮件 英特尔芯片 ZIP压缩工具 防火墙软件等 这些如今被全球用户广泛享用的颠覆性高新科技 最初都来自于以色列的发明创造 如此惊人的成就 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聚焦在这个大丸小岛 想要探寻犹太人智慧的奥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您如何提供 您如何提供 您可以提供 您可以提供 您我们现在来自造体 每10,000人的科学 世界上最高的 美国有85%比较10% 在以色列的语言 在俄传的传统 努力成功 努力成功 是自然的 我们是高科技业的 我们是很小的 但我们是在领导世界上的一部分 对于犹太人的财富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 世界的钱在美国人的口袋里边 而美国人的钱 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边 提到犹太商人 人民总会想到一连串的 巨额财富的代表 索罗斯 巴菲特 格林斯班等等 以色列一个人口仅700万的国家 却能在炮火和战争的影响之下 实现了人均GDP 两万六千美元的经济奇迹 犹太这个迷一样的民族 引来世界无数的猜想 你知不知道 以色列宣布建国 以色列宣布建国不到24小时 边界的枪声就撕碎了犹太人复国的快乐 六十年间 贫瘠的自然资源 持续的战争炮火 让犹太人明白 一无所有的他们 能够开发的资源 只有自己的头脑 以色列宣布 是一个小国 内心的关闻 解决能量 因为这个关闻 你必须在这 metrics 你必须要是更加重点 更多减少 所以你也狠个努力 去出生 一个状况 着货神 和困難和的危機 是 有時是經濟到 很多力量創造的力量 有時是危機的 危機帶出了最好的人 我覺得我們非常穩定 我們不是固定的解決方案 据统计 以色列目前拥有4000家本土的高科技公司 在全球范围内 以色列高科技新兴企业的数量仅次于美国 高新技术出口占全部出口收入的70% 电子产品出口占全部工业品出口的40% 每100万人口的专利持有量居世界第四位 以色列作为高科技的动力源泉 被称为世界第二硅谷 以色列也很幸运 因为在这一年 世界都知道这里有很好的新技术 所以很多大美国公司 我们主要美国和美国公司 而购物其他公司 这些人购物很多人贵 他们购物这些钱 他们购物这些钱 他们新的新的商品 这些是医院的医院 或者医院的医院 所以在以色列 你会有太多钱 和没有其他国家在世界上 除了美国的 美国的 在约组的 你知不知道,每一人都有自然的主意 但它是在我們的文化 我們經常找到一些不正確的道路 我們是不公平的公平 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智慧的社會 在我們的學校 當一個孩子,一個小子 掌握他的手或他的手 我uth Angeles,師父,我跟你們認識 他不是� multiplication了,他算�特意 告訴我們為 бизнес values 寫着我們你的自然想的 小學,量度數 好關於你的各種意念 甚至我們會合理和你,也許我們我們不會 你能看我的新事 你提供你的個人意念 這是衛hab聞的統治 少數五歲的人 我们不开始观察其他事而被执政全身受伤美 这种只能够得罪 当我们会说是 我可以接着更多的 中间的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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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关治的法案 必须是更多的沉口 未来争抗争 但是相对争抗争 你说是我说是 也会说是 是这才能够做的 但是如果他说这样的话 那应该是在我们的自然 中文字的中文字是中文字的 疑问和论论 我们疑问所有东西 我们讨论所有东西 因此每个人 都允许能处理 每个人都允许能处理 来到自己或自己的解释 我们有时候太可怜 自己和自己的其他人 有时候我们可以 或论满 太可怜 我们不关系 但是很多人'人并不理解 那些时代他们应该想 得多思考 的人 还有另一个人的 道路 我们要有更拒维 稍候 我们要得更拒维 一种更稳定 我們不激烈,但有點太淒涼,太獨特, 但仍然我們非常友善,非常誠實, 我們有我們自然的知識, 我們是社會學者, 所以這是在我們的 genes,在我們的 DNA. 這裡是以色列北部,北加利利山區一個叫特芬的地方, 30年前,這裡自然資源匱乏,多民族混居, 因避臨黎巴嫩邊境而戰事不斷, 直到1980年,一個被稱為中東馬歇爾計劃的偉大鴻圖, 隨著猶太商人史蒂夫·威特海默的到來在這裡發展起來。 史蒂夫是以色列最富的, 斯蒂夫 hair w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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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h。 Ens衣蒂夫、 你看 candle, supplements wheelsux 史蒂夫一直秘密地为犹太地下组织制造武器 一直到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 史蒂夫成为了以色列国防军中的一员 1948年5月 以色列国终于建立 史蒂夫开始在自家后院里 规划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业王国梦 如今 这个后院里面的小作坊 已经发展成为在亚洲和欧洲65个国家 设有业务 99%产品外销的国际金属工具公司 1967年 以色列遭遇武器禁运的时候 这里是国家战斗喷气机的主要供应商 2006年5月 巴菲特以40亿美元买下公司80%的股份 这里成为被股神控股的首家海外公司 这是一场秩创的 我看不上习 我看不上习 我认为我的职业 是法治化或缠工具 廿共军 最后的经历 了 一场秩作的 大了 和文化 里面之间 在最后面的内补 室中文化 里面之间 西成啦 大了 在里面之间 八十年代初 史蒂夫在以色列北部的一次考察中发现 当地自然资源匮乏 人民极端的贫困 因为地处离以边境 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不断 口角冲突随时就会演变成流血冲突 因为人们没有正常工作 如果他们有正常工作 他们会少缺乏 平均只能有缺乏 因为有缺乏 在开始他们在争取地 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些的方法 就在这些地方 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帮你们去抢 你就站着什么 就是我去继续 我们坐在这些位置 听到说 可能帮我一样 这么准备 就会有承识 因为我们也在这些东西 好 您就在这些年度 就会有价格 我的途比 今天 也不可以 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史蒂夫结束了在以色列议会短暂的从政生涯 1984年在这块资源匮乏政局动荡的边境荒地 开发出了第一个特分工业园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分工业园打破了传统工业区的模式 将艺术和教育元素融入其中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年轻创业者技术培训的基地 成为孩子们课堂以外动手实践的乐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求区》以前的卫尔面 由于尔面团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卫尔面团区》由人微信任何co央人代表 如今,特分工业员的居民不到以色列人口的1%,出口额却超过全国工业出口总额的10%,每个员工年均贡献的出口收入超过15万美元。 史蒂夫心中有一笔账, 那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工业园区,耗资少于一架战斗机造价的一半。 那就是说,在实现它100个工业园区的计划当中,只需要少买50架军用战斗机就可以了。 这位83岁的犹太商人,用一生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的现实途径。 在以色列,犹太人有一种传统的说法,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祈祷,在特莱维夫生活。 在明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将会带您走进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寻觅百年古城的时代变化,感受以色列人永远不停息的都是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